1号晚9点20分 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十余民统一着装的蒙面暴徒 持刀在车站广场 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 据云南省卫生厅统计 截至目前的事件已经造成了29人死亡 143人受伤 其中重伤73人 公安干警当场击毙4名暴徒 抓获1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国务委员 公安部部长郭升坤于2号早晨5点多抵达昆明 指导处置工作 目前案件侦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失利 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抵达昆明后 孟建柱立即前往医院 看望慰问受伤群众和遇难者家属 他要求对受伤群众一定要千方百计组织救治 对遇难者的家庭一定要做好安抚救助工作 要迅速调集医疗专家和紧缺药品全力组织救治 尽一切努力挽救生命 降低制残率 孟建柱随后查看了事发现场 听取了办案人员情况介绍 他指出凶手丧尽天良 罪行令人发指 有关部门要集中力量迅速查清案情 全力缉拿再逃人员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确保社会稳定 孟建柱同时强调 要深入排查各种射暴 射恐隐患 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 强化人群密集场所的巡逻防范 管控好微暴物品 管制刀具等重点物品 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 坚持打房结合 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